大概在一二月間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這些檢舉並非空穴來風 所以我們針對 105 年錄取的考生 部分的考生 我們做了重新測試的這種方式 在二月份他們報導的時候 就展開這個重新考試 那這個考題其實跟 當時考試的題目是一模一樣 只是順序作為調整 那後來發現 有 16 名的考生其實成績差異很大 所以我們當時就在 3 月份就解除了這個聘估的關係 那當然因為這個考試 它涉及到詐欺得利 它也非法的身份取得中了員工 所以我們在 6 月 6 號的部分 6 月 6 號的時候也針對這個部分提出了高速 那之後我們針鋒處 用密集的訪談被檢舉的幾位考生 後來發現 以確這些考生也承認 他們透過兩種方式作弊進來 第一種方式就是電子舞弊 也就是後面有一個 這個舞弊的集團 提供一些舞弊的 就是舞弊的這個設備 在考試的當天提供答案 讓他們能夠錄取 另外一部分就是偽造證件 偽造證件 利用其他的考生貸款方式進來 那這個代價大概是 每年考生一百二十萬到一百八十萬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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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